我們按照剛剛講的 你會看到第三實驗減到的公數 其實非常冷藏 那如果我們把它拆起來看 應該慢慢大家會比較能夠理解 第一個的話我們要先知道fine函數 那fine的話前面一定是fine 如果有0就找0 如果沒有0就找理 如果沒有理就找趨 那怎麼 假設我剛剛講的這一串敘述 如果要完成的話 第一個 你先插入函數找到文字裡面的fine 那fine的話呢第一個 你要找什麼 先找前面有沒有0 所以你就先把0這個字打上去 0 然後把它打在哪裡呢 打在fine test 有點像你要找什麼字 找0這個字 ok 0這個字有沒有 ok 然後within的話呢 去哪邊找 幫我去地址裡面找找看 那我們練習的話 先在h欄先試做看看 那你會發現呢 它得到的結果 裡面有沒有 沒有0這個字 所以如果沒有0這個字的話 它會有什麼現象 按確定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頸value 頸的話就錯誤了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叫我幫你找0嗎 可是你為什麼給我的資料裡面 並沒有0這個啊 所以它會跟你講 你的資料有錯誤喔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 通常會用 一個叫ifl的函數把它過濾掉 那怎麼過濾 1 把這個fine函數 等號後面的公式減下來 把習慣上減下來 2的話呢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叫做邏輯裡面的ifl 這個邏輯 1 如果 l的話就是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要做什麼 把它貼 剛剛那個公式貼到value上 欸 如果 假如說 發生錯誤 那表示說 欸 表示什麼 意思說 找不到0的話 找不到0 就做下面這個是 value ifl 意思說 如果找不到0的話呢 那要幫你做什麼呢 很簡單嘛 繼續幫我找 理 看看有沒有理 再貼上 把0這個公式 把它改成理就可以了 意思說 欸 如果找不到0的話呢 那就幫我找理 找看看啊 有沒有理這個字 欸 有沒有 有 它這個時候會不會是9 按確定 有沒有 找到9 OK 可以動的意思 啊 如果找不到0的話呢 再找0 所以向下填滿看看 欸 有沒有 向下填滿之後 你會發現啊 第幾個沒有0 沒有0 第h4的地方 所以h4 錯誤 那怎麼辦 欸 一樣的道理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那再幫我繼續找0 找0 要怎麼找 特別是說 一樣的道理 請你再把這個公式 等號後面的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 ifl的函數 再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貼到哪裡 貼到 value 這個value裡面 那如果說呢 假如找不到的話呢 要幫你做什麼 欸 再幫我繼續找區吧 繼續找區 其實就是在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fine 有沒有 fine公式 一直到哪裡呢 這個fine 有沒有 然後 刮虎 裡 痘點 G4 後刮虎兩個 後刮虎一個 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貼到 value fail 其實後刮虎一個 就是 再把 fine 找你的 這一個公式 把它改成 再去找區 所以這邊把它貼上之後 再去找區 有沒有 然後 如果找不到 0 找不到 裡 然後呢 就幫我再去找 區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fine 前刮虎 然後呢 區 這個文字 痘點 G4 後刮虎 OK 那最後我們找到 有 第六個字 有沒有 所以按確定最後的話呢 那我們把它向上填滿 再向下填滿 理論上 應該就全部都有了 那不過 目前 只有做一個地方 就是我 假如說 我要把 這個最後的結果 放在哪裡 放在m的函數裡面的話 那我只知道說 我要抓的那個字的 那個位置在 應該是 應該是九 應該是九 應該是九的下一個字嘛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萬美理 理是第九個字 然後的下一個字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訊息 密德的話 除了哪一個字開始之外 還要幾個字 那幾個字要怎麼辦 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把什麼 把 這個 理的話是第九個字 那我要的接的話呢 是第幾個字 九 十 十一 十二 第十二個字 那意思是說 把十二減掉九 等於三 那就剛好三個字 所以我透過 所以喔 再來我只要知道什麼 我的 入接到的那個 次在哪裡的話 我就把那個位置 減掉 剛剛前面那個位置 那我就知道 總共要幾個字了 OK 所以喔 那可是你想說 那個入接到 那個要怎麼做啊 好複雜 其實跟各位講 一個簡單的訣竅 你可以把什麼 如果你剛剛已經做完這個公式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呢 把它貼到下一個 再來你輕易把零齁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路就好 然後呢 裡的話呢 改成什麼 改成接就好 其實不要打錯字 OK 然後呢 區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到就好 那意思就是說 你就幫我找這三個啦 反正找 一定是這三個 找到了我就知道說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了 所以喔 你打勾之後的話 我們貼過來打勾 12個字就出來 那有幾個字 把這個減這個不就好 所以喔 如果我要 這個底下 快點兩下 這邊就有了 那如果我要取得 我要的資料的話 那就很簡單吧 把它插入函數 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MID 文字裡面的那個MID 那剩下來就是做什麼 把相關訊息給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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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位置加1 就是 0 里 區 加1 然後幾個字 把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減掉 這個字的位置 那就算剛剛好幾個字了 按個確定 上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了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重點好像要回顧一下 因為 回推一下 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將來要符合這個規則 什麼規則 因為MID 它需要有三個東西 那第一個 我已經有了 所以 為什麼要 需要做後面這些事情 其實是為了前面 為了 MID 需要的 第二個參數 哪一個字 開始 有沒有 所以我們找到 它的這個接的 是里或0或區的位置 有沒有 加1就好 所以我剛剛第一件事情 就找 有沒有0 有0就找0 沒有0就找里 沒有里 就找區 OK 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要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呢 就是 後面這個字有沒有 要不就是接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道 底下應該有道 那就把這個位置找到 把它剪掉之後 就知道有幾個字 最後 再丟給MID 按確定 結果 就出來了 然後 這可能的地方 我們 再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 主要是從這邊開始 Find 所以這邊的話 我再把這個地方的 重點回顧一下 1 就是 如果我要找 我最近使用過的Find Find 就是要找 這個文字裡面的 哪一個關鍵字 我就找0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輸入0 VisIn的話呢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找看 如果這裡面有0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 它的width在哪裡 不過 這邊沒有啦 沒有的話就錯誤了 就像這樣 錯誤的話呢 我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把它貼到哪裡 判斷是不是沒有 沒有的話 就可以用 那個ifl的 這個函數 那你把 剛剛做的這件事情 貼到這邊 讓它判斷一下 是不是錯了 錯的話 表示找不到 那如果找不到0的話呢 我讓它再去找下一個 找什麼 找貼上去之後的 一樣公式 有沒有 只是把0這個字 改成 讓它找下一個 叫0 看看有沒有0 OK 如果按確定還是錯的話 像剛剛這邊底下有個出錯 這邊錯 因為它這邊沒有0 也沒有里 只有區 那所以讓它再去找區 那讓它去找區的話 就是再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再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ifl的函數 然後把公式再貼啦 反正呢 如果你 假如以後規則有更多的話 你就再貼 繼續貼 反正讓它一直找 找到你要的那個關鍵字 有維持就對了 OK 方法都一樣 只要不要做錯就好 貼上 然後呢 讓它再什麼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就去 再去幫你找什麼 找區 那怎麼找區 其實這邊就fine 所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過來 改比較快 多一個後刮戶 把後刮戶拿掉 那只要把什麼 把fine 裡面呢 找裡 再去把它改成找區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那我就知道說 這邊的話呢 就是 如果沒有0 就是找裡 再找區 同樣的道理 後面這個部分的公式呢 跟前面呢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只要把這個公式負式 貼過來 只要把 0 裡 區 改成 路 接 道 其實就可以了 甚至喔 以後這個可以拿它當範本喔 有沒有 以後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只要你 應該都會有這種東西吧 就是說你要的資料 剛好是在 不確定位置的 不確定長度情況下 你要抓取的資料 OK 其實 就可以利用這一招喔 還蠻好用的喔 因為你做出來以後不用眼睛看了 不然的話你用眼睛看喔 我說真的 其實 真的第一個沒效率啊 第二個其實說真的 眼睛也蠻傷害的 OK 所以其實我們會用這個公式 主要原因是在這裡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是再用密的 把公式 這個兩個數字抓過來就可以了 那我在 其實講義裡面喔 我是直接全部了 這樣對各位來說 難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我把它拆解 那這邊的話就是 對 所以等於是多兩個欄位在後面 這兩個欄位加起來 如果你不相被看到 你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這個是 這個欄位是什麼 找 找林里區好了 然後這個是找 路街道 那 所以我把它分開來 你們其實可以喔 參考第31頁 可能拆解之後的這個 步驟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在第31頁這邊就有 31頁的話呢 算是 拆解之後的 OK 那就試著把這個地方給做做看 如果說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要把它拆開來做的話 像底下這邊是全部串在一起 可能比較融長 那 要不就是你可以把它多兩個欄位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MID去抓到這相關訊息 答案就出來 試試看好了喔 OK